經過充分的分析與討論 最後一決 余生並無抄襲 而是林生抄襲余生的措施論文 委員會認為這個情節嚴重 所以建議撤銷林生的措施 有位 那我們今天基準會的目的 向各位說明等校少爺的李之堅先生 以及余俊華先生規述和依賴的行程 這次的論文涉及抄襲事件 對學校名譽 傷害甚虛 而外界許多呼風多影的疑似層次 以及情緒性的攻擊對學校名譽 又造成另一種傷害 台大對學生論文涉及抄襲時的處理方式 遭有規定 學校在接獲檢舉後 即按相關規定俯成審定委員會 和加益調查並無任何此言 學生人力的維護 必須仰待學者 包括老師和學生的自覺和自己判斷 這次事件帶給我們很大的警惕 在未來 台大會加強對學術人力規範的宣導和教育 避免再發生違反學術人力的事情 傷害到台大的領域 審訊書的報告很清楚地指出 論文中出現許多嚴重重點抄襲的內容 尤其多處都是我們最重要的部分 例如 塞壓 第一章 第三章 第四章 尤其是結論的部分 都有大幅度的抄襲 完全付出了基本學術的一個要求 第二 委員會經過離請事實 並參著兩位當事人的書面和現場中理 經過中文的分析與討論 最後一決 余生並無抄襲 而是林生抄襲余生的措施論文 委員會也認為這個情節嚴重 所以建議撤銷林生的措施 也會 我們教育組就依照這些結果 同意審定書的報告 且根據本校的佛碩士學位論文 北海學術人力 案件的處理要起一點辦理事 合理 撤銷林生的措施動力